去辦公室買外賣開餐 你只是將感染的場所從餐廳搬到辦公室裏面 對不對 沒錯 你只會越來越測試 沒有東西的 所有人辦公室 在pantry那裏拿著微波 那個排隊 又不會 keep so distant 結果整個辦公室買了 這麼簡單 然後在後樓梯吃東西 連後樓梯也買起來 在電梯也買起來 全部都是一樣的 那個感染是沒有分別的 你說餐廳會令到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士聚集在一起 同樣道理 辦公室也是令到很多不同地方住的人聚集在一起 對不對 那個交叉感染只要發生了 我不管在哪裏發生 只要一個地方發生 它就已經有交叉感染 所以去到尾 你說所謂social distancing 所謂在社區裏要保持距離 你這個保持距離是必須要全面去推行的 是啊 記住全部做完的人 譬如 現在歐洲很多政府部門 到現在都沒有開的 現在你有甚麼要安排搞定 報稅報遲了不要緊 幾個月後才報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喂 你整個辦公室買起來了 那些人都死掉了 那個是沒得補救的 我寧願有些事遲些做就遲些做 就像你說BNO的五家一簽證 它都是在網上做的 全部都是用Yout Settlement Scheme的網上做的 它不會面見你的 完全不會 連拿回你的帳戶是貼的 那個Visa都不會 為甚麼是這樣做呢 你這個武漢肺炎搞 你令到大家覺得 你既然反正甚麼都在網上做 就全部是網上 如果是網上都不行的 那就遲些做 你怎麼會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你叫人工就照發 你限制人的方便很多 限制兩個人 但問題就是 你又不會 又不開放食肆 你食肆的交板隔著 你現在 你興建辦公室的辦公室 辦公室哪有辦公室 不要辦公室 我們知道很多人不是很寬落的 很多辦公室不是很寬落的 還有你知道除了不寬落之外 就是你… 花生剛剛一定罪了 怎麼會出夠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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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